是第七次上课 也就是我们最后还剩下最后两次上课 时间算飞快的 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重点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基本上主要是讲到有关字典 Dictionary 这个形态的话,跟List如果比较之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List是有点像单一个栏 如果你用Excel的概念来看的话 它有点像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做Key 一个栏位叫做Value Key的话一定是不能重复 而且一定要有资料的 所以不能重复 其实在有点像资料库 所以未来的话 实际上网路上很 我讲过 试点这种形态 会跟网路开放资料里面有一个形态叫Jetson 可以完完全全的match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看到开放资料 网路资料有那个Jetson的格式的话 实际上你就直接倒到字典里面 OK 那就可以马上拿来使用了 OK 所以如果你会用字典形态的话 那也就是说网路上有那个Jetson的格式 直接可以拿来 倒到里面 其实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上个礼拜的话呢 除了字典之外 我们还有讲到比较重要的 就是SQLite的资料库 资料库如何做几个动作 包含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资料库 所以利用SQLite 那这个SQLite的话呢 它本身这个模组内建在那个Python里面 那所以我们很方便的 就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SQLite OK 一个很轻巧的一个资料库 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怎么样去新增资料库 然后产生资料表 资料表底下有栏位 所以资料库 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呢 你可以产生几个栏位 比如说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是一个编号加电话号码 或者是会员资料 那当然你有几个栏位 你就要产生对应的栏位数给它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SQL里面的语法 SQL SQL 这个SQL的话非常重要 那SQL的话 主要就是跟资料库沟通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跟SQLite沟通 你未来其他的资料库 其实都可以共通的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用到新增资料库 就Insert into 那新增资料 Insert into的不只是只有SQLite 其实你同样的语法 你用在其他资料库 也都是相通的 OK 另外的话查询把资料查出来的话 可以用那个slate的语法 slate 什么几个栏位 如果没有你就全部栏位就新号 from哪一个table 哪一个资料表 那就把资料查出来 查询 然后还有删除跟修改 那基本上常用的资料库的那个基本的最重要的功能 大概就是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最常用大概新增跟查询 其实你大概就足够足复使用了 OK 那另外的话我们还要练习一个会员 会员资料的读取 也就是说复习之前讲过那个会员资料 member.tst 然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读取 读取之后的话 因为它有五个栏位 然后编号姓名 什么生日 血型吧 好像还有一个是电话码 有五个栏位 那我们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先 它是点tst 所以我们用f5 f等于open 那个档案的位置 把它读进来 用realize 然后读到哪里 分别读到list里面去 realize 读到list 然后再把它用splitter 因为它中间都是痘点 splitter切割之后 就是要剖析 剖析完之后的话 再把结果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它insert into 到那个所谓的资料库里面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 还是要把这部分 尤其是资料库 如何建立资料库 然后资料表的建立 新增资料等等的 那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除了说 要从网路上捞资料之外的话 还要把资料一样复习一下 就是再把它insert into 就新增资料到 这个siclite里面 OK 所以其实 我们后面的课程 跟前面是有完全全有相关联的 所以你前面部分 假设还不太熟悉的话 可能还是要把前面的几个单元 包含list不太熟 也可以把list再看一下 然后 今天的话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云端白板的第六个单元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第六个单元 把它分成大概有七个章节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重点会摆在开放资料 跟网路资料的结局 这个今天大概就是把资料下载下来 然后可能一些开放资料 再来就是说下个礼拜一旬就网路资料 大概这些 那今天的话 我们要来练习 所以把这打开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怎么样去抓取网路资料 那特别是网路资料的类型非常多 所以我们假设一般现在政府 有所谓的开放资料 所以你Google你可以打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的话 你可以看到开放资料 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你可以把它打开 另外还有比较常用像 Open Day的台北 台北市政府也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拿政府的资料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来使用的话 那我应该要怎么使用它 而且如何借由python 自动帮我把政府的资料全部扒回来 然后做后续的资料的应用 OK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假设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最简单的 而且最常用的 其实那个资料类型 你可以找到全部资料级 那我是建议 不管哪一种开放资料 第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先从档案类型看 比如说它有分哪个县市吗 不过我们往下卷动 请各位直接找到档案格式好了 因为这个档案格式对我们来学习 会比较直接 会比较直接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政府这个是政府中央政府的开放平台 使用的格式最多第一名是什么 CSV 29829个资料 9种资料2万多种 所以请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针对这些资料 有没有办法找到你跟你有关的 或者是你想要找寻 拿这个资料来做后续的处理 OK 第二个的话 你会发现第二多好像就是Jason 就我刚刚讲的Jason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CSV这个前面讲过 可是之前的CSV是放在哪里呢 是放在档案里面 我们用F物件 等于Open直接打开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他这个CSV档案 并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电脑 那除非说我自己把它下载下来 有没有 然后再去开档是可以 可是问题好像这样有多一个步骤 那而且呢 好像不是 程式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如果说我将来呢 希望怎么样 直接抓取网路上他给我的那个CSV档 你可以发现哦 像这个CSV点开来 他都会给我们一个什么 开放资料的那个来源的位置 有没有办法那个台中市 第一个路口 比如你这个 你会在CSV 那你可以点进去看 你会发现他提供三种格式 那你可以什么 从这个地方点CSV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下载下载 在这里 编辑一下 在这里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它拿来使用的话 其实你不要直接点那个滑鼠的左键 因为点下去他就下载 我是建议你以后要知道这一个 位置的来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有个复制连接网址 那这个就是他网路上面的网址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网址丢给那个一个模组 就是如果是档案是用F5键嘛 那如果是抓网路资料的话 我们今天要多学一个叫Request 所以在第六个单元的第0601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要安装这一个 那特别是有 可是这个Request的这个模组 它基本上呢 并没有直接帮你安装在Python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顺便学一下 有些模组 很好用 但是呢 他没有帮我已经预先安装 那我要怎么样 从那个Python的 这个Pype的那个 Server上面呢 直接帮我把Request安装到 我们的 这个目前的版本 目前的那个Python的韩式库里面 该怎么做 OK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他会出现这个No Module Name的这个Request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不能用 如果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拿来使用 OK 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我刚开放资料 第一名好像是中央政府 第二名好像是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里面的话也是一样 所有资料集 你会发现也是一样 他我习惯都是找什么 找那个资料的类型 所以你会往下找 这个叫资料格 资料格式吧 资料格式分类 那你会发现的一样 他这边台北市政府也是一样 用最多是CSV 你会发现 未来可能大部分人 好像开放资料都用CSV最多 为什么CSV其实可以对那里sale OK 而且其实他中间就是逗点 我们前面也用过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要练习什么 也许用台北市政府的资料 CSV 那你这边点一下 按筛选 那往下找 你会发现这一堆 那因为之前我记得就是 这里面的资料 其实好像有些可以用 但有些不太好用 因为他给的资料好像没有 分成类似像资料库的形态 所以我们未来要使用的话 请各位切到第三页 第三页里面的话 就是台北市政府开放资料的CSV 所以待会请各位找台北政府的CSV 然后找大概第三页的位置好了 里面的话 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可以用的 叫做台北市的什么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比如说现在轻冲 哪一个市场卖多少钱 它上面都有 所以你可以点击进来 然后它按照什么 显示更多 它按照1月份到7月份 比如说1到7月份 7月14日 预览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 这个连结就是它 CSV档案连结 我们可以先点开来 因为它会下载 或者你可以底下看一下 这边就会有个清单 总共有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栏位 这六个栏位的话 里面个别我们把它打开 这边有一个下载 然后我按右键把它 用什么 编辑 用记事本来开 不过第一个我建议 你先看一下 另存新档 它的编码方式不是UTF8 所以显现 这个档案应该是他们用Excel 另存的 才会用ANSI 因为ANSI只有用微软的东西 才会存ANSI 那第二个的话 它的格式你会发现 中间就是加豆点 所以待会我们要练习做什么事 第一个找到这个档案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 用Request把这个档抓下来 当问题抓下来之后 你Printer看到了 可是问题没有储存起来 所以第三个 我们要结合上个礼拜讲的 就是把总共这些资料 从日期一直到平均 五个栏位 我要全部帮我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打开来 你比如说我想知道说 蔬菜里面的青葱 哪个地方卖最便宜的话 当然如果你用记事本来开 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办法 不过你如果打开的话 用Excel来做的话 其实假设 你可以如果用Excel的话 你可以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其实 这个Excel里面的筛选 就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 Excel里面的筛选 比如说你要找什么 找里面的青葱好了 那青葱哪里最便宜呢 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平均的单价 比如说按照地增地减 最便宜的A到日 那你会发现 西湖的话一公斤是30块 可是Z到A 最贵的话是市冬 市冬应该知道在哪里吧 那离天母很近的 有没有 市冬路啊 好像在天母那边 然后 西湖的话 应该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在内湖 有没有 西边嘛 OK 所以 不过内湖的缺点就是说 它如果上下班时间很容易塞车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大概第一个找到什么 找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档 打开放资料 找到那个 open data 的台配 然后找一下那个 CSV 的格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 当然 你也可以试试看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练习 因为你会发现中央政府有快3万种 3万种那个CSV的档案格式可以练习 OK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光这上面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像之前那个口罩 其实为什么口罩可以直接用APP 直接就可以知道说它附近的口罩数量剩余多少 其实它也可以弄一个开放资料在云端上面 那我写APP的人 我就直接抓那个东西就可以了 直接抓到它那个资料 然后把它存在我的APP本身的资料库 然后再配合那个Google地图 我就可以把那个 比如说抓到我现在的location 我现在的坐标 然后附近 帮我列出那个最近的那个药区 甚至帮我列出什么那个 这个口罩数量越多的 就帮我排前面好了 那其实这样子如果做出来就蛮方便 这一次真的也有 有人就做出来 唐凤他就把这个概念呢 把它释出 然后呢真的很多会写这方面的APP的高手 就马上把那个口罩的APP给写出来 OK 所以其实政府现在当然很多释出很多的开放资料 可是那当然相对的你要懂得去把那个开放资料拿来应用 那可是要怎么去应用 也许待会我们要讲 第一个如何把网路上面的资料抓下来 OK 第一个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这个资料呢 存存存起来 存在哪里呢 存在资料库 那未来当然你还可以结合什么 结合报表 比如类似以色列里面枢纽分析表 然后做报表 然后呢再做什么 视觉化 比如做图表 比如说你要秀出青葱 哪个地方最便宜 哪个地方最贵 相差多少 看到刚好一斤30块 跟一公斤30块 跟一公斤380 哇差好多 OK 那为什么差价这么大 你这里我以前 我想各位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先试一下 打那个Google开放资料 找到台北市政府的CSV的格式 好